具有与人交流的这样的一些能力 这样的让人觉得它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车 而是一个真正的汽车机器人 一个robomate 刚才这个激光雷达呢 是代表了这个机器人化 它能够更好的感知周围的世界 并且能让驾驶更安全 那同时我们这个车 它有很好的语音交互能力 除了这个在车内的语音交互能力 超过99%的功能 都是可以完全用语音来操控这个车 因为这样的话 在你驾驶的时候 用语音操控其实是最安全的 总是因为走连али 无论对方不能 明白 恶圆牛